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脱口秀当中 崔大奔会化身小宝和小奔的老师 他们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们去走进他们的童年 看一看吧 想必大家都会对刚刚上学时学的数学乘法表和语文造句记忆犹新 这不 大奔老师刚上台就提问了小宝之前造句的作业 天天 我给你留那个作业写没写 用夜深人静造句 造了吗 造了 老师 造啥了 我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卷 造啊 我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卷 造啊 造完了 造啥了 我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卷 那倒是造啊 造完了 造啥了 我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卷 造啊 老师 他用夜深人静造了个卷 造啊 也不知道是小笨智商第一 还是大笨智商不够用 就连旁边的小板都听明白了 这大笨老师还是不明所以 但是老师也有童年 并且这童年还是相当的惨 不仅回忆痛苦 就连讲述的时候 观众们也不放过 妈 我要妈活 我看你生妈活 妈 我要糖葫芦 我看你像糖葫芦 妈 有意思吗 有 妈 咱们的观众是真的皮呀 但是大笨这几句话 的确说出了不少人的心声 在东北除了每天放学 跟小朋友玩游戏 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看动画片 虽然大笨小时候很淘气 但是看动画片这种事 怎么少得了它呢 小时候看动画片看得津津有味 时不时嘴里还会哼唱 动画片的主题曲 等到自己长大了才发现 原来自己被骗了 小小老鼠小小老鼠不吃米 撒谎 我家的米全让老鼠给磕了 不对 我家的大米就没让老鼠磕 别说话了 你家有大米吗 第二句哦 大脸猫 大脸猫爱吃鱼 这句话是对了 但是我认为是废话呀 哪个猫不吃鱼啊 除了小时候的动画片 电视连续剧也是孩子们 童年的主题 说到一个电视连续剧 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那就是西游记 别说大家小时候都喜欢看 就连现在不少人都还在假期里看重播呢 在这一期的脱口秀中 大腕就给我们学了西游记里的不少片段 大腕还跟我们分享了不少他童年的记忆 咱们今晚21点10分减分小 刚才崔大奔学这个西游记里的人物学的可真是像啊 接下来这个小品里的主人公也在西游记里出现过 他是谁呢 在哪吒赋宴这个小品中 我们看见了一个不太熟悉的面孔 这位喜剧演员个头不高 但是人家的演技可是相当棒 别看这位哪吒十分抢眼 其实这个小品里有不少咱们熟悉的喜剧演员呢 你俩是谁呀 以前在这看门的哼哈二将呢 里边唱歌呢 他俩还会唱歌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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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从你来到我身边 你给我发开 唱歌的这位是苏海洋吧 平时演戏不错 今天这歌唱的也挺好啊 其实啊除了这些演员外 大家十分熟悉的崔小笨也参演了这个小品 这回啊小笨脱离了大半的束缚 自己一个人来演小品 你猜他会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这里有个桃你吃吗 能吃吗 当然能吃啊 我吃了 尝尝 好吃吗 好吃 甜不甜 甜 你偷桃 他偷桃 就是他 啥时候偷桃了 你给我的 我给你 我们可有目击证人啊 二郎陈军 杨简到 这白白净净的红孩儿原来是小笨蛋 这跟穿西服说偷口秀的小笨 反差可有点大 大家也想知道 这杨简来了之后 会闹出哪些笑话 就要关注今晚21点10分播出的 欢乐东北风哦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个小笨啊 也是出自于西游记 这个小笨的主角就是来自于 哪吒赴宴当中哪吒的扮演者 这回他饰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哎呀 打算救母亲的这位不就是小笨 哪吒赴宴中哪吒的扮演者 孟凡渺吗 这一次他饰演的角色打算披山救母 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救出他的妈妈 我一定会记住你给我说的口诀 寻龙分尽 看禅山 不瞎剪 就别管咋回事 我肯定能救出我妈 要票 咋的 这上去就又冷又暴 难道孙悟空是他妈妈呀 不能呢 这性别也不对呀 估计是批错了 但是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不会白白出现 就比如说这位孙大圣吧 他不仅可以保唐僧 西天取经 还是位灵魂歌手呢 这一串看着都疼 但是更重要的是 把孙大圣的头饰还给整坏了 这马上就要开始录制了 看来够咱道具老师忙活一阵子的了 其实啊 这陈香香不仅批出了孙大圣 还批出了一位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大人物 哎呀嘛 这不是葫芦娃吗 你说你不休听的就你爷爷 来这凑什么热闹的 不知道大家住没注意 这陈香香批的这扇说开就开说合就合相当神奇 难道这是一座电动的假扇吗 但你瞅着像个大石头立在这里头 但是实际上它不是石头 它是用泡沫做的 很厚的大泡沫 完了之后勾一刀一刀往下切 还得拉成像石头样 而且把后方织上之后呢 还得用切具切开 因为它是扇嘛 要分开批扇就母用的 原来是用泡沫做的呀 真是刷新了我们对道具的看法 其实啊 现场还有不少道具 都是道具老师亲手制作 咱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感觉欢乐东北风7月26号的开播就在昨天 而现在却迎来了最后一期节目 相信节目当中的欢声笑语 已经留在了观众朋友的心间 背后的心酸 却只有喜剧演员们自己知道 面对最后一期节目 他们有太多的不舍 一转眼 欢乐东北风这个让人爆笑不断的节目 已经播出十一期了 今天我们将迎来他的收官之作 面对最后一期节目的录制 这些喜剧演员虽然松了一口气 但是同样也有很多不舍 十二期本呢 跟我哥还有小宝一直被挺难的 今天是最后一期嘛 感觉比较放松 就感觉完事了 但是有点不舍 因为我们这些小品演员呢 还有工作人员呢 还有我们这些观众啊 长时间以来我们录节目就参加 挺舍不得的 虽然有很多不舍 在彩排的时候也出现过不少意外 但是在这十一期节目中 我们也见证了小笨喜剧之路的一步步成长 我感觉我越来越会演了 原先不懂 现在时间长越演 感觉我这演技上来了 嗯 还怪厉害的呢 每一次录制都是对这些喜剧演员的考验 尤其是崔大笨 之前的他每天担心本子不好 说的不好 观众不笑 演技不行 但是当录制到第十二期的时候 却有了不同的感受 录制前八期的时候呢 会感觉这么累呢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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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累了 但是你录到现在的话 发现 没累够 真的是有点 舍不得离开这个舞台 舍不得 这个机会 舍不得在下 台底下那么多观众 给我们来的那么多 掌声 而且对我们的鼓励 真的是挺大的 现在就是不舍吧 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 这一次的结束 有可能就会是 下一次更加美好的开始 虽然我们即将在这个舞台上 和这些喜剧演员告别 但是我相信 作为东北的喜剧演员 他们还会为大家 呈现更加好看的喜剧节目 父老乡亲们 咱们走着瞧 看了这大笨和小笨的采访 我还真有点伤感 而接下来我们 东北话知识小课堂 也是最后一堂课了 不过没关系 只要你锁定我们的节目 这东北话我们继续学 好的话不多说 这最后一节 东北话知识小课堂 开课 在东北 取买菜又名卖酱草 是一种野生植物 别看它是植物 可是在东北人的眼中 这就是美味呀 大多数的东北人 都会把它当成蘸酱菜来吃 你要是问哪里能买的话 我只能说 你家是有矿吧 这种植物根本不用买 在春天 你经常会在路边 地旁和院子里 发现这种大家喜欢的野味 除了取买菜外 婆婆丁 小月琴 决赛 猴腿 都是东北人餐桌上的美味 我爸用的拔号线 给我喂一个小铁圈 唯一这个词 对于不少东北年轻人来说 已经有一些陌生了 但是不少上了年纪的人 还是会说微 它是指使细长的东西弯曲 你别给他唬的了 赶紧进去吧 唬的是属于冻死 表示飘动 抖动 跟它同音的 还有呼的 别看音相同 但是它们的意思 却截然不同 这个呼的是形容 不停开门关门的动作 今天的东北话 你们学会了吗 相信爱吃美食的朋友 最期待的就是由 善寇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 让爱重回厨房的板块了 看看今天又有哪些 新鲜菜品出炉呢 让爱重回厨房板块 由善寇品牌冠名播出 善寇 中产家庭品质厨房首选 更多优秀妈妈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打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打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